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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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脾气一定要升 胃以降为和 胃气一定要往下走 如果胃气不往下走 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上腻症状 比如打嗝吐 反酸胆汁反流等 而且如果胃气不降 肺气也不会降 接着新火也不降 就会导致一系列的上热下寒的症状 很多女人的上热下寒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中胶脾未堵了 胃气不降了 脾药如何才能升呢 脾得温则升 就是说用性温芳香的药可以让脾气往上升 张仲景这里用了干浆 干浆可以温脾健脾 如何让胃气下降呢 苦则降 寒则降 用苦寒的药可以让胃气往下降 张仲景这里用了黄晴与黄连 黄晴可以降胃气 同时还可以把肺气往下降了 还把胆气往下降了 很多胆汁反流的人 必须要用黄晴来降胆气 黄连是四大苦药的代表 可以直接降胃气 四大苦药分别是黄剥 黄连 龙丹草 苦参 其中最苦的药还不是黄连 是龙丹草 干浆往上升了 黄晴黄连往下降 脾胃的升降气机就恢复了 然后脾胃就可以自己干活了 脾胃的运化能力就加强了 除了黄晴黄连 这里还用了这个方子中最重要的一味药 半夏 半夏的作用在于一方面把胃里面的痰隐 以及皮块化掉 然后以脆枯拉朽之势一路往下降 从胃降到小肠 从小肠降到大肠 最后以大便的形式排出去 很多胃病都是胃气不降导致的 所以半夏是这个方子的军药 调了升降气机 我们再进一步调理寒湿 你不是胃里有热吗 不怕 由黄连黄晴来清热 猪藕吐酸 皆属于热 您不是胃里有寒吗 也不怕 有干将来驱寒 这样寒热同条 就不怕你胃里寒热错综复杂了 你不是胃里还有痰湿吗 还是皮块吗 还有膝肉吗 不怕 有化痰散结小皮的高手半夏在此 这些堵在胃里的有形邪气 一个都跑不掉 气机调顺了 胃里面的寒没了 胃里面的热也没有了 胃里面的痰也没了 皮块也没了 这样胃就被打通了 胃就恢复了健康 胃气往下降了 心火肺火都会往下降 一系列上火的症状就会没了 但是张仲景并没有就此结束 这一场顽固的保卫战必须要善后 如果前面的方子属于公邪 属于主动出击的话 那么这个方子最后三味药 党参 甘草 大枣 就是扶正 就是补给 就是守住大本营 让脾胃虚的人 不会因为吃太多公邪的药 而进一步虚损 事实上 很多人的胃病都是虚实夹杂 实则卸之 虚则补之 所以张仲景一边泻一边补 党参补脾胃之气 甘草补脾胃之音 大枣气血同补 调和盈胃 胃病三分治 七分保养 张仲景的高明之处在于 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保护脾胃 因为脾胃是五脏六腑的中心 任何疾病都与脾胃有关 脾胃好了 疾病就好得快 即使是专门调理脾胃的方子 张仲景依然不会忘记他的皮丝味 党参 甘草 大枣 生姜 这就是张仲景的拌下谢心汤 最适合什么样的人用呢 适合那种胃里面含热错综复杂 受寒了不行 受热了也不行 且伴随着很多伤逆症状 比如兔酸 打嗝 胃胀 反流等这样的人服用 当然如果你还有油门裸杆菌 就更适合了 现在的人胃病 单纯的胃寒胃热很少 因为现在的很多人是一边吃麻辣 一边喝冰镇啤酒或者王老鸡 这样就使得胃同时受寒热的双重打击 如果你用的时候可以灵活一点 如果你觉得胃寒多一些 那么干浆就多放一些 如果你觉得胃热多一些 那么就多放一些黄连 其他不便 建议一天一计 慢性病服用21天 接着我们来说说奥密克荣 最近有一个报道 说是在美国纽约的留学生 不小心感染了奥密克荣 通过自救的方法痊愈了 这位留学生参加一次聚会被感染 美国已经沦陷 感染奥密克荣的美国人满大街都是 医院人满为患 根本顾不过来 更何况是留学生了 现在的美国人也不怎么害怕 奥密克荣了 已经习惯了 不感染反而觉得不正常了 所以美国的情况 基本上是感染后自我隔离 然后自己寻找解决办法 要想指望医生来救你 那是不可能的 而这位在美国纽约的留学生 自救的方法就是 一是大量喝白开水 二是吃忠诚药 他还算幸运 通过各种方法准备了一些忠诚药 那他吃了什么忠诚药呢 两种 一种就是莲花清温 一种就是货香正气液 这个报道因为泄露了忠诚药 很快就被和谐了 但小官觉得 他服用这两个忠诚药 治好新官是有根据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感染奥米克戎后 主要的症状是什么 主要就是咽喉痛 口干 口渴 轻微咳嗽 症状并不严重 严重一点的可能会流鼻涕 鼻塞或者发烧 也有的人会出现肠胃不适 恶心 呕吐腹泻 但肠胃不适不多 通过这些症状可以看出 感染奥米克戎出现的症状 与风热感冒初期有点类似 莲花轻温恰恰就是解决风热感冒的 对嗓子痛 口干 咳嗽 有很好的效果 如果发热了 莲花轻温也可以推烧 奥米克戎感染后 发烧的概率不多 最主要的症状 就是嗓子干疼 忍不住想喝水 据说 有一个奥米克戎感染者 一天不停的喝水 说是太渴了 口渴说明身体营业不足 导致营业不足的原因 就是身体有热了 热会伤音 莲花轻温一方面可以清热 一方面还有一点滋阴的作用 可以缓解口渴 莲花轻温里面的鱼心草 对抗肺炎效果也很好 至于祸相正气 是针对肠胃不适的 主要是针对湿气特别重的人 湿气特别重的人 感染奥米克戎 会出现肠胃不适 恶心呕吐腹泻 如果出现肠胃不适 就可以服用祸相正气 现在的美国 包括很多西方国家 基本上是放任不管了 大家也把奥米克戎当作流感了 只能自己救自己 小官建议 有些人可以准备一点 莲花轻温与祸相正气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万一奥米克戎大规模流行了 像流感那样 只能自救了 不过现在的莲花轻温 不一定买得到 如果买不到 可以买银俏解读完地带 获相正气很多的 应该可以买到 至于感染奥米克戎后 出现的口渴 大家除了喝水 还可以通过滋阴来解决 美国人不懂中医 口渴只知道喝水 滋阴才是解决口渴的好方法 如何滋阴呢 中医说 酸肝化阴 可以喝乌梅白糖三豆饮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观众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 喜欢小关的 别忘记点击订阅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